有位朋友给我发了这样一个罐子 植物大战植物 场上有五个叶子抚盾 那想必植物罐里面肯定有机枪射手 但是一路还有一个僵尸怪 我才应该是江王博士 那咱们先来看看这些植物罐里面都是些什么东东 嗨 原来就是植物僵尸嘛 话里扶哨的 那这还不简单 我直接用机枪射手开局 利用叶子抚盾借力打力干掉机枪射手 然后只要随便给我掉两个好兄弟 这把币 哎呀 开局就是毁灭姑 好兆头啊 兄弟们 来 直接 走 算了算了 兄弟们 还是用我哥开局稳妥一点 我哥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的 哎呦 这波直接就来两个樱桃 那这些僵尸还不得巴逼克了呀 Come on 我哥 把我 哎 看来我哥还是会玩嘛 猫尾草 加龙炮 小小姜王 可笑可笑 帅的吧 看来这一把 不打胜仗也不行 寒冰射手 没什么用 呦 美活顾客就太有用了 直接美活一路的高坚果和机枪射手僵尸 然后放出姜王 让我们的打工仔 好好地给姜王小脑袋修修脚 场上的罐子打完 咱们又拿到了一个加龙炮 而且姜王博士还把球拖在了第五路 没关系 反正咱们五路也没职务 拖就通了呗 博士第一轮就被干掉了将近三万的血 看来有无常打工仔的伤害 就是不一样啊 兄弟们 掉了一个窝哥 放在一路保护打工仔 姜王才放了两个僵尸又下来吐球 看来你很着急啊 博士 那咱们就加把劲 争取两分钟之内把姜王下了这打投降 看博士球怎么吐 诶 又是五路 都说了我五路什么支付也没有 你吐就吐呗 博士回去砸了一个车 问题不大 猫尾草和姜王炮都还在 并且姜王现在还剩二万八的血 这把你不输 我溜溜两个字倒过来呢 投篮车僵尸 直接一炮将你带走 我这脸很久 诶 小丑 打工仔被炸死了一个 但是高坚果僵尸可以回血 问题不大 总之这一把 不可能吃喜 哎哟 来了一只二爷 加龙炮也没好 这你总不能跑过去吧 姜王博士在山路吐了一个火球 猫尾草没了一个 但是两个加龙炮还在 就问题不大 我去 姜王在四路放了一个 投篮车僵尸 但这个加龙炮只能炸五路的扶梯 不然就要吃喜了 这样的话加龙炮肯定要没了 博士又在一路吐了个火球 猫尾草和机枪射手也没了 但博士还剩八千多的血 现在只需要为打工仔争取时间 这把绝不可能吃喜 加龙炮先把这个投篮车僵尸给炸掉 调个好兄弟啊 植物 完了 大人姑 加龙炮还没了 这个投篮车僵尸 不是吧 你放什么玩意不好 非要放个巧克力挑挑 博士还剩六千血都能吃喜 你是不是歪不起啊 姜王博士 兄弟们 那姜王博士歪不起的话 我就没办法了 好的 我是牛牛 喜欢请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